说起凤姐,想必大家对她印象深刻,凤姐真名罗玉凤,网络红人一姐,出了名的红,除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,还成功拥有上千万的强大粉丝团,成为了最红的微博红人。 她自称董事化会谈琴,精通古汉语,九岁起博览群书,二十岁达到顶峰,智商前三百年后三百年无人能及,网红界的杠把子。 凤姐惊人语录非常多,即便到了美国,依然在微博上活跃,也有大批网民对其关注。 近日凤姐晒出了在美国的生活近照,而眼前的网友却从屋渍的镜子里发现了亮点。 原来凤姐在美国的生活也不尽人意,放眼望去,家中空荡荡一片,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,很多东西随意的放在地上,一旁的旧桌子连油漆也掉了。 凤姐在美国是有多节俭,可想而知,想想都觉得十分心酸,即便凤姐生活的如此窘迫,尽管身在美国,但却很关心国内的事情。 当知道酒寨沟地震时,就在微博上号召大家捐款,第二天凤姐也为灾区捐了一千块,但她并没有将此事发在微博上,这是工作人员报的料。 平时穿着十块钱衣裤的凤姐,却能为同胞捐出一千块钱的血汗钱,凤姐的正能量举动得到了网友一致认可。 你还敢嘲笑这个女人吗?